接上条视频 就在我很认真的拆拆拆 开车的时候 一位大哥走过了围棍 我俩就闲聊了起来 我问他 这俩车你会选哪个 大哥说我选比亚迪 我说为什么 大哥说社会影响大 然后 社会影响大 社会影响大真的不代表它好吧 你可以钻到车底下 可以大铁人看一眼 你看单层吹压件 铁的 人家那都是铝的 你看后面 这是铁铁铁铁 它放到了后轴的后边 如果后面一撞非常危险的 电池最怕磕 对话胖对吧 您看一眼 它是不是在底盘的最低数 怪不得都说容易起火什么的 然而你看这个 后扭力量 就是最廉价的一种的悬挂方式 就成本特别低 而且是非独立悬架 你看再看那个 哦 这个是独立的 可以用活动的是吧 油箱你看 塑料的 在后轴的前面 电池 比整个地平面还要高 高一点对吧 前悬挂的那些东西 铝的呀 是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的话 这个还是要好一点的 有一说一 它确实是比它贵 但是就拿出它那个 贵的那个档次 那个车 跟它比的话 也没有什么优势 这个不看 咱不知道 你看 大羊角嘛 这个位置 羊角是里的 然后这个位置 其实你可以 说它为双层冲压件 就是两层的 包裹在一起的 你看 这边是镂空的 那个就是个片 就从这个整个 贵整度上来看的话 这个要够优势一些的